在貓咪的口吟來說,基本上我們常見到就是貓咪如果得到有艾滋病啊 或者是貓的白血病的時候,牠們會有口吟 那第二個就是說,如果說牠們是屬於多貓家庭啊,容易會有口吟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,有些貓咪牠的牙齒會有細菌感染的時候 那有時候造成牙周病也會造成口吟 那如果說沒有處理這個口吟的部分啊,常見的就是貓咪可能會因為疼痛 那會有時候會流口水,會導致牠會有這個脂肪肝 或者是惡病質啊,或體質虛弱以及帶血症的種種問題 嚴重混乱會造成貓咪的死亡 那一般來說,我們在治療上會必須要跟醫生討論說 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常見的方式就是有內科的治療 比如說我們可能可以給像這個黑固醇或者是抗生素 那免疫的這個抑制劑啊,或者是免疫的調節劑 另外就是說在外科的部分我們可以使用所謂的這個 把牙的方式,或者是說用幹細胞的治療都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在預防這個部分的時候,我們可以塗抹一些就是黏膜的這個修護劑 或者是說一些乳鐵蛋白,以及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消毒劑來去控制貓咪的這個口吐發生 愛寶,寵物保健專家,關心您家毛寶貝的健康 我們到處理一下 我們到處理一下 中文字幕——YK